您好 請問您在拍什麼 我在拍一個新舊對比照片 這是同一個角度 當時一九三零年代的照片 我覺得同一個角度 去拍一個新舊對比照片 它比較直觀 它能夠讓人一目了然地知道 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和九十年前對比 還挺有意思呢 我們好像遇到了很有趣的人 這張是1930年的照片 最大變化其實就是前面有一座 中式的建築叫新賢宮 還有就是植被長出了不少 點就在前面這個地方 遊客有點多 這個點就是這個點 這張照片是一九二零年代的 那個時候的古浪魚 是這個樣子的 相隔了大概九十年 九十年左右 這是島的中心區 九十年的時間 肯定是變化最大的吧 那我家 還有非常多的古浪魚的照片 你們要不要去看一下 好啊 非常感謝 喊起來看看 嗯 這些都是我的照片 嗯 還有這裡有一些 是我收藏的 古浪魚的照片 這些 這些都是古浪魚的 收藏了 大概三千多張吧 每張照片裡 都有不同的故事 真是不需此行啊 好像在過去與現實之間 往復地穿越啊 我現在的行業就是收集老照片 跟去做個歷史的研究 收集這些有歷史價值的照片 肯定很貴吧 反正我以前買房的錢 是把它拿到 拿去做照片的 所以肯定 金額是有點大了 所以過得很吃力 到前提我沒把它當生意做 這就是我的興趣 夢想 才是時間最奢侈的吧 柯 你快看 這張 哎 一樣的 合得寄給我的明星片 這樣的照片跟這樣的照片 是同一個角度的 這是日光園 古浪魚從日光園拍攝 日光園 哥 咱們去看看吧 說不定 可以找到你失散的女朋友 這 哎呀 走啦 好 登上那座岩石的花 哥哥是不是就能找到他在尋找的 好高啊 好高啊 好像要爬很久 你不是說過 爬山 就是越往後越難 可是一旦爬到山頂 就是成功啊 嘿 被妹妹教育了 你肚子裡的雞湯也不少啊 我們是雞湯兄妹嘛 海風好柔和啊 我們終於來到古浪魚的最高點了 我們終於來到古浪魚的最高點了 這個瞭望台就是明星片的取景地吧 嗯 暗圖所記 一模一樣 他曾經 在這裡想了些什麼呢 為什麼是這裡呢 哥 我能不能看看 都寫了什麼 可以倒是可以 其實什麼字句都沒有 這個普京 我好像明白了什麼 跟我來 我要開始彈了 你不要賣關子了 哥 明星片上的旋律 是舒曼的夢幻曲啊 夢幻曲 夢幻曲 對啊 舒曼和女友熱戀的時候 寫下了這首曲子 當時女友的父親 反對他們在一起 這樣啊 那後來呢 後來啊 後來 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直到永遠 我本來是想 在這座島上 教會妹妹一些東西 卻在這裡學到了很多 美麗的鋼琴島 真如夢幻一般 如果我猜得不錯 哥 你還有機會的 嗯 對了 妹妹 你未來是怎麼打算的 這個嗎 哥 你知道鋼琴的鍵盤 有多少琴鍵嗎 這個我還是知道呢 八十八個嘛 是啊 鋼琴的琴鍵是有限的 可是能演奏出來的旋律 卻有著無限的可能 我好像 聽明白你的意思了 向著夢想 前進